我们回家上节课讲的什么东西啊 上节课讲的是插入形状啊 插入这个月亮啊 这个有几个点 红点黄点 还有一个粉点 还有一个白点 粉点是一数字的是吧 哎 还要设置叠方次序 怎么就八月十五就云遮月了 是不是 还有对齐 是左呀中啊右啊 上啊中啊下啊 还是这个怎么平均分布啊 包括把一些图形组合起来 哎组合成一个大图形 一卷穿心是吧 选择文字啊 选择窗格啊 天下文字选择空格 这次呢咱们讲剪贴画 剪贴画是什么呢 哎这就是剪贴画 剪贴画是一种艺术化的画 它跟照片有什么区别啊 照片是比较真实的 这是艺术化的画 那么这剪贴画从哪来呀 点一下插入 插入 从这哪来呢 就剪贴画 剪贴画里来 比如说咱们可以搜搜索一些东西 哎 如果我这块什么关键字都没有 我一搜索 哎 他就所有的剪贴画都出来了 所有剪贴画都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剪贴画 是吧 所有媒体类型 当然了 他这他这块有这个 有有一些选项 比如说你打上钩就是选了 没打钩就是没选 哎 搜索范围 是范围的集合 搜索类型 是按类型的 哎 你是照片啊 是影片呀 是声音呀 是图片呀 啊 这边呢 是类别 比如说你是这个 呃 小崽子剪贴画 你是黑白的呀 是抽象的呀 他他有更细的分类 比如说啊 在背景当中 他算背景 标志当中呢 这是标志 保健里面 比如说都有服务 还有医学 是吧 哎 搜索出来 所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一些剪贴画 剪贴画 那么我想我想下载更多的剪贴画 因为这些剪贴画都在哪里呢 这些剪贴画都在你本地的硬盘上 我想下载更多的剪贴画怎么办呀 怎么办呢 哎 下拉列表出来 office网上剪辑 点一下这office网上剪辑 所以到网上就找剪贴画了 哎 硬盘虽然有线 但是网络是无线的 对吧 有非常多的剪贴画 在网上 那么你把你把这剪贴画 从网上找下来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就找一下吧 免费下载剪贴画 office.microsoft.com 这个跟咱们下载模板下载主题 那个微软官方网站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和这个主题跟模板不一样的是 这个office的剪贴画是非常多的 office的剪贴画实际叫什么呢 哎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名字 这个CH-CN代表中国 对吧 Clip part呢 Clip part Clip art Clip Clip什么意思呢 通过查一下字典 咱们可以知道 这是区别针的意思 什么叫区别针 这个这个技术啊 实际这跟微软第一个 这个office助手有关 当时office有一些助手啊 就是那种助手型的 哎他第一个助手最著名的助手就是区别针 好这块搜索一个什么呢 那搜索一个比如说这个篮球 或者足球或者奥运 是吧 奥运2008嘛 搜索一下 看他能搜索到什么东西 当然 这个搜索也是有技巧的对吧 没找到与奥运相关的 为什么奥运这么有名的都没找到呢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里面的关键字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规范的 比如说 哎咱们看一下这块 在收藏集里面 哎我如果是同样是 有两个近似的词 一个是医学 一个是医疗 那么如果我按照他这种索引的关键字 是不是就会更多一点 啊 其实他这里面这个运动的非常多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乒乓球 乒乓球 其实是相当多的 哎 拉拉开了之后 你可以搜索一些类别 比如说剪贴画啊 照片啊 动画啊 声音啊 咱们这回选剪贴画 选了剪贴画之后呢 看有没有和乒乓球相关的 啊 我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剪贴画的内容还是相当多的 内容相当多 哎 咱们看一下 哎 这些都是乒乓球的 哎 你可以看到 总共多少页呢 三页 每页呢 十多个 哎 你可以翻页看一下 哎 你想要这方面的呢 哎 你可以下载一个 比如说 哎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 红颜色的是吧 红双喜吗 哎 点一下 这个复制 就复制过来了 当然你可以多多选几个勾选了之后 然后通过这边有一个下载 来下载 那么我 我现在就不下载了 我有直接直接通过复制粘贴的方法 Ctrl V 哎 这样剪贴画就过来了 说这个 这个冰茫球的拍子呀 是有正焦 反焦 声焦 是吧 那么 哎 冰茫球也有各种颜色 我想把这个剪贴画换一个颜色 可以吗 有可能可以 有可能不可以 为什么说有可能可以 因为它毕竟不是照片对吧 它是电脑画出来的画 那怎么怎么才能 才能剪辑呢 哎 我点一下编辑照片 行吗 哎 这样就成了 就可以编辑这个照片了 或者点什么呢 如果还是 刚才 刚才这个状态 刚才这个状态 右键 右键 点击组合里面的取消组合 实际 哎 回忆一下 以前 学的那个 哎 这块有一个心 然后这块有一个键 这边有一个键 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它是不是就一起移动了 对不对 哎 这块也是 哎 取消了组合之后 就一起移动了 说这个球啊 我给改一颜色吧 黄颜色的 行吗 哎 这这这是不是冰茫球就改成黄颜色了 是吧 那么这边的这个图形也一样 哎 说我我把它怎么才能 这个改个颜色呢 哎 组合里面取消组合 把它组合取消了 哎 你这个一个一个就都能单选了 说这个人呢 他他这个腰带呢 不是黑带 腰带怎么选中 哎 这块是不是 啊 这个是 这个是腰带啊 这个是腰带 这整整整个 整个 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是腰带 那么我 我要选中这个腰带怎么办 我选中这一块 对吧 然后这一块之后 我再改个颜色 什么颜色呢 啊 他是一个红带 红带选手 或者白带选手 哎 这一改就全改了 是吧 他是整个一大片的改 是吧 头发也改了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这时候你就得一点一点 再再再画一个图形 再贴上去了 那怎么画图形啊 上次咱们 这个说这个插入图形的时候 哎 说的不是很全 有各种各样的图形 除了那些点之外 咱们还可以插入一些 比如说哎 你看这个星星 是不是 还有这个波浪线 还有这个思维线 哎 你看 思维线 当然你可以对他进行设置效果了 那么我 我怎么才能给他 这个画 把头发给画 画成黑的呢 哎 那怎么办呢 那你画呗 格式里面插入 插入一个这个 这个画线的线条 哎 那就画呗 插入 插入一个线条 这个不行啊 这个我先选中线条 然后是颜色 这个 这是一个弧线 这个这个弧线不行 咱们应该选什么线呢 哎 这块有几种 鼠标放进去 任意多边形 是吧 自由曲线 哎 自由曲线和任意多边形都有可能 对吧 我先选任意多边形 哎 你看 哎 一点一点的 是不是很像那个 这个 Photoshop里面那个 选区工具 对吧 什么选区工具来着 可能有同学还没学过Photoshop呢 所以不知道 哎 看 哎 这这这就可以了 这可以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呢 当然你可以编辑顶点 这些顶点你都可以进行编辑 对吧 哎 我这人属于大背头 哎 大背头 那么除了编辑顶点之外呢 咱们还可以把它改颜色 对吧 改成黑头发 这时候你就得设置它的填充颜色了 什么颜色 黑颜色的头发 黑头发 哎 这样这样 再把它调大 包括一个一个一个点 你都 你都可以 直接这种图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啊 当然了 这个图可以这么做出来 那么我 我是不是还可以自己做一些别的 别的样的图啊 那自由曲线还没 还没事 咱们再试一下自由曲线 自由曲线什么样 刚才那是一点一点 拉一个多边形 对吧 自由曲线什么样呢 哎 随便画的 哎 这就是一些随便画的线条 是吧 自由曲线 那么我 我想做一个剑靶 一个靶子 怎么做呀 哎 选中这个一个 按照shift的 这是一个圆 对吧 这个圆用什么颜色呢 用红颜色 然后呢 再做一个圆 这个圆呢 用黑颜色 等等啊 按住shift 黑颜色 然后呢 再选中这个红颜色的圆 再按住shift 哎 再选中黑颜色 这个圆 Ctrl C Ctrl V 再按住shift 缩小 乘比例缩小 啊 再选中红颜色 这个圆 Ctrl C Ctrl V 再按住shift 再乘比例 缩小 好 那么 这个 出 出了之后呢 出了之后呢 要 要都选中 他们 对吧 哎 把这些圆呀 所有的圆呀 都选中了 选中了之后呢 哎 当然你可以设置的更详细一点 比如说你这个 对外面这个圆 你可以设置它大小 对吧 大小多大 是吧 8厘米 8厘米 然后第二大这个圆呢 你可以设置它大小 大小多大呀 哎 这不是大小吗 大小多大呢 这6厘米 好 6厘米 6厘米 再再往里面那圆呢 收拾一下大小 多大呢 4厘米 4厘米 再往里面那圆呢 大小和位置 4厘米 3厘米 3厘米 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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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这这怎么 这显然不对啊 2厘米 2厘米 咦 这是大小和位置 2厘米 2厘米 怎么还是不对啊 右键 设置大小和位置 2厘米 2厘米 好 这个呢 最后这个最小的呢 最小怎么办呢 右键 大小和位置 就是1厘米 1厘米 可以吧 哎 我把这些所有都选中了 所有都选中了之后 格式里面 排列 哎 对齐 怎么对齐呢 啊 上下居中 然后呢 再来一个 排列 对齐 怎么对齐 水平也居中 水平 上下居中 左右居中 好 这样这样这个键板就出来了 对吧 键板出来之后 哎 再把它选中 选中之后 在右键 把它组合起来 这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图形了 那么这个图形怎么用呢 哎 当然你像别的里面用 可不可以啊 你直接复制粘贴也可以 或者呢 右键 另存为图片 存成 存成什么样的图片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类型 啊 有两种是支持透明的格式 一个是GIF 一个是PNG 这两种都不错 还有一种是容量比较大 但比较真实的格式 是BMP 后面的两种呢 是Windows格式 一个呢 叫WMF 还有一个呢 叫EMF 那么这个WMF呢 经过Google 我查出来 它是这个 Windows Media Meta Data File 这个Windows原数据啊 我通过使用这个 RAR和这个 记事本 一切类工具都打不开 只能通过画图和 图片查看程序能打开 包括Photoshop都打不开 这是微软 自己定义的一套数据 格式 那么什么叫原数据呢 原数据的原 就是原来的原 原数据 原数据是什么呢 是描述数据的数据 有一些现在这样的概念啊 就是描述数据的数据 还有一些是组织组织的组织 还有一些是这个 记录记录的记录啊 这些就跟车轱轱化似的 实际就是描述最根本的数据的 这样的数据啊 还是没说清楚 是吧 你可以记录它是一个原数据 就是原来数据就可以了 这个还有增强型 增强型EMF EMF 这E显然是ehanced的 对吧 这个 EMF 然后把它保存成什么呢 WMF就可以了 保存在桌面 一保存 好 保存了之后呢 在桌面上 这是一个WMF文件 双击它一打开 就用画图打开了 当然右键选择它的打开方式 你可以有看很多的 Picture Manager 也可以进行打开 对吧 实际它是一些矢量图 是吧 那么把它组合起来 就可以了 那么 当然你可以管理剪辑 就跟管理你的文件夹一样 管理剪辑 分成不同的类 添加类别 等等等等 这我就不说了 再往后呢 是艺术字 艺术字 其实咱们也说过 类似的东西 那什么叫艺术字呢 你看这个字 它是艺术字吗 它不是艺术字 你把它格式里面 加上快速样 这个字体里面 加上转换 它就是一个艺术字 艺术字有一个 紫颜色的点 对吧 紫颜色点 那么这个艺术字啊 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这块 有这么一个印章 你说这印章 它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首先啊 它肯定外面有 有一个圆 对吧 有几部分组成 有一个圆 有一个圆圈 这是一个圆圈 有一五角星 这一五角星 底下有这么几个字 财务专用章 这么几个字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实际 就是一个艺术字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字 你看 它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艺术字 然后经过 经过弧形 弧形形成了 一个艺术字 你想想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做的 其实挺有意思的 好 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下一次讲 这个smartart 这次就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